中央标准局局长林玉峰今天下午在记者会指出 标准局将要办理一次创始性的作业计划 这就是一次全国性的商标普查 他指出商标普查工作在我国还是空前的创举 同时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繁重的工作 但是标准局认为经过商标普查之后 一部分应该公告撤销注册或者是公告注册无效的商标 可以损取他人继续申请注册 同时也可以省掉申请撤销或者是申请评定的办理程序 这样可以消除商标的纷争 同时还可以节省工作时间而办理其他的商标事务 所以中央标准局非常乐意以全力来办好这一次商标普查的工作 目前他们已经完成了各种初步的准备